我们一回啊 好 刚才讲过 这里我写的怎么了 刚才怎么讲的呢 短短的 往一条 重新提笔 你再看它这个 看它这个折呢 或者说钩 小小的 你看它的角度 不要往这里走 就这么样子 好 再看这笔 这笔我是一般这么写 你看 稍微偏左一点 不要出头太长 我一般这样 转笔 不要在这里 老是在这里去 回笔怎么样 看啊 到这里 我们把笔立起来 往下走 看就这样 也不要写的太粗 大体就这个角度 我们刚才讲过 这一笔十分的重要 讲一讲 这一笔 怎样重要 OK 它要有个什么 它有个什么 它有个弧性 OK 这个篇比较太长 差不多就行 原贴啊 确实还真没有低于它 是吧 没有低于它 或者就在一条线上 我们写一下试试 这个字我自己 本人呢 也比较难 自己有的时候 这个也把握不好 OK 横 横不要从这里走 接近于这个点 偏上一点而已 看 看这样 注意啊 这个横不能拖着走 笔根是 累着的 整件率大了 到了最后 你看呢 我们在九层光上 他往上一上 再把这点一下 还有这么一个样子 安 你看一下这个字 我们再对照一下原贴 我这个呢 可能写的长了一点 就是写不好字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与嘴没有关系 与别 有关系 我觉得也不是 不是很重要 我们看一下这个字 这一块长不长 这个字呢 反正我已经这么讲了 因为我们前一天的 我们教了几个书 有创作了一幅作品 叫农人 农人 什么案呢 什么案呢 农人 这案 对 如果你在一幅作品当中啊 这个案子如果写的太窄 还真不好看 所以这个案子呢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搞创作的话 这个案子呢 我们可以写的长一点 上下长 就不要写太方 但是我们人这个字帖呢 在原贴当中 这个字呢 还真是个方的 你能够看出来 这不这里有个案吗 是吧 好 那么怎么样就写方了 那这块呢 我可以想缩短一点 这块也可以再短一点 对不对 这个字就方了 但是呢 单纯的 就是我们光看 我写的这个字 应该说还可以吧 这个空不能再小了 谢谢黄老爷 谢谢东海 好 把这个案子呢 我们再写遍 这一笔啊 六一长一点 是吧 有没有 可不可以再短一点 好 我再写遍 再写遍试试 看 小静 节日快乐啊 好 看一下 我们让它短一点 这个点 我们让它稍微的短一点 往上走 刚才讲过 这一笔怎么了 一定要让它短一点 就是这个什么 宝个呢 不能写太长 对吧 这一笔 你看这 你看这小动作 原地转笔 到这里来 不要超过它 笔啊 尽量不要抬 往下走 我们拧一个原体啊 就是这个字呢 我们拧它 让它方一点 看看 什么样的感觉 不要写太长 我的意思就说 我们试一下 看 往这里走 是不是这样 好 好 不要太长 左边 扑